身为一个月薪三天的假名媛 如何才能不花一分钱 或入纽约顶级社交圈 来看看这个女人的手段 这个看起来像白富美的女人名叫安娜 她精通 英 法 德 华 西班牙等七种语言 正宗名牌大学毕业 天生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同时还是数学天才 经商鬼才 唯一不足的是 安娜家里穷得叮当响 但安娜总能让一些富人 心甘情愿沦为她的赚钱工具 纽约顶级画廊里 安娜手拿香槟等待猎物出现 很快 一位富婆出资50万美元 拍下一幅作品 安娜开口就是一顿贬低 说背后那张更有收藏价值 富婆笑了 只记安娜高谈阔论 对着一张自拍照说得头头似的 还说自己想要什么 老爸都会双手奉上 只为让她开心 富婆见安娜绅士的同时 更敬佩她的专业知识 当即出资50万美元买下它 凭借完美的口才 安娜成功继身富婆签子 还结交了一个叫蔡斯的富二代企业家 蔡斯开发的软件公司 急需引进一批融资 所以对这位白富美爱不释手 两人一起环游世界 开豪车 住豪宅 很快打得火热 蔡斯想要通过安娜的富婆圈子 搞点人脉 安娜谎称 最近被老爸断了经济来源 蔡斯二话不说 承担了富婆游艇宴会的所有开销 派对上 安娜打扮得隆重又不失优雅 连单举止 让人更加相信 她是某位财阀家的女儿 安娜看到男友为了融资 被百般推托 她顾忌重施 三句话 就让纽约商业大佬 为她花了一百万 安娜上来就指着老总的鼻子 说她没守成规 事业根本做不起来 接着又向老总介绍 老爸给自己打造的 价值百亿的脸书 而男友旗下的软件公司 如果能够得到大家的赞助 相信我们之间的合作 会更加友好 典型的康女人尚未试请 从安娜嘴里说出来 获得了老总极大的赞赏 轻轻松松一百万到手 业会结束后 安娜和男友蔡斯有了嫌隙 原因是 安娜和蔡斯的好兄弟 走在了一起 蔡斯怒了 回到酒店才发现 安娜根本不是皇室家族 她质问安娜为何要骗她 安娜却说 她急叫搭建一个顶级艺术家 和上流圈层的俱乐部 所以不能暴露身份 这么离谱的话 蔡斯竟然信了 她不但没和安娜和好如初 还继续充当她的购物体款机 和一位著名富婆诺拉夫人关系匪浅 还拿到了一百万的投资 安娜动心了 若能得到诺拉夫人的支持 她的假富婆身份 更加不会让人怀疑 但诺拉夫人并不搭理她 逛街 展览 名媛聚会 安娜插不上一句话 坐在角落没人搭理 还经常被诺拉夫人当袍腿使坏 安娜不甘心 她无意间发现 自己所谓的富二代男友 竟然是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 安娜抓住把柄 向诺拉夫人揭发菜丝 同时也获得了进入诺拉夫人名媛圈的入场券 安娜结交了更多的皇亲国气 在这里 就算她是一无所有的山寨货 那也是个镶金边的山寨货 然而 安娜可不想过多停留 由于她经常被诺拉夫人当成丫鬟使坏 安娜有心报复 于是 经常在奢侈品店购买昂贵首饰 短短几个月 就消费约40万美元 但刷的都是诺拉夫人的银行卡 安娜顺利挟据款出逃 在纽约 买下了一栋豪华大楼 打算以自己的名义 打造一个梦幻团队 她穷得叮当响 却住着五星级酒店 架子摆得比谁都足 随手给的小费都是百元起 在这个富丽堂皇的酒店 出入的都是非富几贵的人物 只要你眼睛够好 就没人敢拆穿你 安娜一身名牌包包 贵旗不凡 只见她旁若无人的插队 给出的小费更是价值不菲 服务员奈夫为了讨好这位富婆 不惜自掏腰包 送去价值400美元的香槟 顺便还帮她升级了超级VIP 安娜提出让酒店帮自己打印合同 奈夫好奇瞅了一眼 发现安娜确实是实打实的顶级富婆 名下有份巨额信托基金 还买下了纽约最豪华的办公大楼 奈夫坚信跟着安娜稳赚不赔 每个星期都特意帮她解围 闲助手的骚扰 一来二去 安娜给出的小费将近一万美元 为了假戏成真 安娜频繁带奈夫 参加上流社会聚餐 富家公子哥们 随手一挥就是大几万的流水 这只醉金迷的生活 让服务员奈夫有些招架不住 紧接着 安娜又是买衣服 征丧拿 护肤 健身一个不辣 将她打扮得从头到脚都是奢侈品 奈夫彻底派服 真心将安娜视为朋友 奈夫也经常去安娜买下的那栋大楼参观 安娜办事效率极高 且杀法决断 优秀的商业头脑 更加让奈夫相信 安娜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为她提前垫付资金更是家常便饭 但没过多久 奈夫就发现了异常 安娜每天都跟老板的儿子打招呼 可按照他们的关系来看 安娜应该被安排在总统套房 而不是行政房 几天后 安娜的银行卡也出现了问题 连这几张卡都刷不出钱来 安娜淡定无比 认为一定是酒店的pose机有问题 奈夫看不下去 顺手为安娜解决了问题 但第二天 奈夫请安娜结算账单时 安娜左一句右一句 就是不提钱的事 奈夫有些慌了 他悄悄调查安娜 进而发现 安娜从入住酒店到现在 一分钱都没花 奈夫及时止损 收回了安娜的房卡 谁知第二天早上 安娜解清了所有的费用 带着另一名陌生女人 飞往了莫洛哥 画面一转 安娜带着黑妹 银行职员瑞秋 和一名摄影师来到一处豪华酒店 安娜承诺他们 怎么开心怎么玩 费用都记在她的名下 但黑妹有些水土不服 提前回国了 谁知 安娜也提前结束了行程 她找到黑妹哭着说 自己的银行卡被老爸冻结了 连一张信用卡都没有 希望黑妹能收留她 原来 在莫洛哥度假的时候 她被一群黑衣保镖拦住 要她结清之前 承包飞机的费用 安娜的钱早已花得差不多了 于是扯谎 试图蒙骗过去 但保镖们 哪肯善罢甘休 说着就要动手 瑞秋被吓坏了 连忙替安娜偿还了欠款 一旁的摄影师感觉不对劲 说服瑞秋收拾行李赶紧逃走 可还没等瑞秋行动 安娜再次顾忌重施 没想到 瑞秋识破了安娜的诡计 连夜带着行李回到了国内 然而 安娜可不会放过瑞秋这个提款机 她刷爆了瑞秋的信用卡 在国外过得逍遥自在 直到她落魄地找到黑妹 求她收留 黑妹早已从瑞秋那里了解实情 他们攒了一个局 逼着安娜还钱 但安娜依旧脸不红 心不跳地说着谎 这安娜入息太深 有些话 有些身份 装得太过就成真了 她假装生气 拂袖而去 但这场戏 她又能演到何时呢 频繁出入各种高端会所的名媛 如今流落街头 成了流浪汉 只能在餐厅门口 眼巴巴看着里面的客人 吃饭喝酒 为了不让自己饿死 她只能去捡别人吃剩的快餐 安娜的假富豪身份被识破 已经身无分文流落街头 这天 她堂而皇之地走进一家大酒店 但因为之前她的一些劣迹行为 被多家酒店驱逐 安娜被驱逐住酒店 她又打起了银行的主意 利用手里的信托基金 几斤转手 顺利掏出150美元的资金 之后迅速飞往洛杉矶 然而 安娜看着源源不断地吹债信息 一时经不住打击 决定服用安眠药自杀 但她并没有死 而是被医生介绍进了一家戒酒所 这里有豪华露天泳池 各种高端活动应有今有 并且能在这里戒酒的人物 非富其贵 安娜又到了发挥自己的时候 不料 瑞秋等人一起将她告上了法庭 安娜被关进监狱 监狱里 安娜依旧镇定自若 她旁若无人地给父亲打击电话 说要尽快拿出一万美元 给她请造型师 宁审现场 安娜穿着小礼服华丽出场 她幻想着 现场会有无数闪光灯 拍下她最美的瞬间 但现实往往是痛苦的 没有摄影师 也没有闪光灯 不过 安娜的心理素质极为强大 身在监狱 依旧要求律师 每天为她更换一套小礼服 还必须是新款 所有人都知道 安娜是假名媛 但只有安娜入戏太深 最后的最后 安娜因为涉嫌诈骗罪 被强制驱除出境 尽管她才花横溢 能够骗过所有富豪 但没有绝对的地位 她依旧是那个 最不起眼的底层人物 最后我再绝对 我还许过去